我确实没学过 爱像无形颠簸 这微妙的感受 原来就是心动 你突然出现 将我认知一一打破 你可爱的笑 让我世界的 分子都冲构 一道之外的交错 计算不出的结果 遇见你的那颗 心跳瞬间超负荷 我的心脏因你蹦蹦 心动的节奏蹦蹦 下一秒就要跳 到外带空 我的心脏因你蹦蹦 无法自控的蹦蹦 就这样跌入爱的飞动 Oh I'm thinking of you 我的心脏因你蹦蹦 像爱的烟火蹦蹦 我的心只因为你跳动 是时候让一切回归正轨了 白苏基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因为 我是属于你的男主角 可是安语峰 安语峰也可以在现实世界 找到属于她的女主角 我总算找着你们俩了 演出就要开始了 我得去化妆了 你俩去站个好位置 快点啊 走吧 那你这么急需的话 那我要加钱的啊 这可是十几年前的老报纸了 我保存得很好 九生鞋 你确定那上面有作者电话 当然了 不过我要加五千 八千 否则我不系给你 可以 行嘞 你钱一到 我马上给你系 你临时涨价违反平台规定 如果要进行仲裁 这个金额可以让我起诉你 好在我有的是时间和金钱 不过到时候 你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所以如果你要骗我 最好自己先去算一笔账 知道了 帅哥 不会骗你的 我先拍张照给你啊 这千万 ruins 拿下了 你还记得 在哪儿 你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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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因为意外 我们来到了现实世界 看到了属于这里的人生 可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去 我们自己的世界 按照设定 完成我们的使命 黑椒 小白 你这身真好看 我再帮你补下口红吧 terme 好看吗 小白 你回去以后 不能再做 《玛丽苏耍白天女主》了 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分清楚谁是坏人 懂吗 你都知道了 我会记得你说的话 那 你们会忘了我吗 怎么可能啊 你是我第一个女生朋友 也会是我远远的好朋友的 对了 安神知道吗 纪明说过 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我们都有自己的设定 何要做的事 他也有 我已经不怪他了 也不生气了 那他人呢 我不允许你再见 白苏姬 你没有资格 安语峰 麻烦你搞搞清楚 没有资格的人是你吧 骗他的人是你 撒谎的人是你 就连伤害他的人也是你 我已经找到了作者的电话 我要亲手交给他 安语峰 你应该去找属于你自己的女主 学姐 这是你的包具 一会儿记得戴着 谢谢 那我也先走了 我会在台下为你好好加油的 没问题 去吧 Og 学姐 是你啊 学姐 能拜托你帮我一个忙吗 因为孟学姐临时有事 所以你可不可以帮她上一下台啊 很简单的 就是端一个药碗给我 可是她刚才没跟我说啊 太突然了 她刚才穿着演出服直接就走了 可是 走吧 快没时间了 我明天就会带白苏季离开 你和她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而我和她的故事还在等待更新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 安宇峰 你不是一直号称依靠绝对理性吗 其实你应该都知道 我说的一直都是对 谁这么缺德呢 你真是 什么事啊 季明 我让人关化妆间了 也不知道谁这么 喂 你好 哎呀 妈 这咋还没电呢 是啊 就是那个白苏季 秦秦一直觉得奇怪 怎么就那么怕水 难道还会变身啊 是啊 所以这次在舞台上 重目睽睽之下 看她会怎么样 嗯 等着看好戏吧 她说完这句就跟你上场了 记住是太太请喝药 好 好 太太 请喝药 我不 这么邪门吗 学长 你怎么来了 要不咱们先下去 刘琴琴 你三番五次针对白苏基 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离他远一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学长 你在说什么呢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不需要装武功 你心里清楚 他肯定有问题 背包里 过去的书籍 还有你的旧意 还有你的旧意 还有你的脾气 原来你 原来你 留在我身体里 呼吸你 呼吸里 光临 梦里 日记 日记里 时间里的回忆 还有你的笔记 还有你的挑剔 原来你 留在我身体里 原来你 留在我生命里 就像只剔刘琴 就像只剔水的鱼 你都走了扬起 而你 随着海洋潮汐 还有你的途jem去 ج损 都是佳 kono 我尽头 甚于点快樂